大家好,这里是喜欢给娃娃改装的埋怨 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我有没有化妆刷推荐 很多小伙伴可能有所不知觉得什么东西 一沾上BJD三个字就必定高大上,必定买不起 其实给娃娃用的化妆刷比给人用的要求低得多 哎呀,推荐化妆刷突然有点美妆up的感觉 BJD不同于柔软的人脸 娃娃的脸都是嘎嘣硬 所以人用的刷子可能更追求柔软和舒适 娃娃用的刷子则相反 根据我本人实际操作得出的经验来看 稍微有一点点硬度的刷子 能让色粉更容易挂到娃娃的脸上去 也就是用硬一点的刷子会更显色 所以娃用刷子不用追求特别软特别贵 顺手就行 我现在比较爱用的是这款百变小鹰的刷子 这套刷子有个非常明显的优点 好看 正适合老夫的少女心 化妆的时候都感觉自己是魔法少女 心情都会愉悦很多 这套刷子软硬适中 大家可以翻我以往的化妆视频很好上粉 金属笔感拿在手上很有质感 就是普通的纤维毛 给人运运应该不太合适 但是给娃用正好 因为娃娃化妆更多的是看个人的技术 对化妆刷这样的工具要求不是很严格 不是非得什么几千块一套的天然动物 毛化妆刷才可以化好一个妆 工具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更多的还是看个人手法和色粉的辅助 怎么选择色粉咱们下一期再说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就上UP主一波推赞评吧 你的亲亲一点是对UP主做视频最大的